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千萬沒錯 就是不能跟塵蟾一起睡 今天節目中就要來教教大家 如何防止這個塵蟾 首先歡迎我們的房滿達人 謝麗君 大家好 厲害了吧 厲害 我現在變達人了 達人 真的 所以我們來好好替你教教我們大家 還有我們的過敏兒 蔡榕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的偶像 真的 現在能不能臉那麼好 對啊 看著看小女生 莉莉菁姐也是我的偶像 真的 特別這樣子 好恐怖喔 你怎麼都不會老啊 你怎麼要真甜 你也不會老啊 對 所以女人千萬不能老 我告訴你 睡不好 會不會老 會 還會發脾氣 你以為是壓力大而已嗎 剛才我們有講到 你都跟誰睡 以前跟老公都一樣 現在一個人睡 但是 但是現在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我們每個人 不可能不可能 塵蟾睡覺的 對 塵蟾真的太可怕了 大家都知道塵蟾 有人看過塵蟾長什麼 沒有啊 說真的 我們這樣哪看得到啊 先來介紹一下吧 我們讓大家來看看 什麼叫塵蟾好不好 真面目嗎 真的很恐怖 這是放大一千倍的塵蟾 有沒有看到 所以塵蟾是不是我們肉眼看不見 當然 完全看不見 我跟你講 看到還得了 你看看它每天這樣生蛋 然後你的床上大概會有 一千萬隻的塵蟾吧 一千萬隻還是一千萬隻 一千萬隻 是真的 一千萬隻 好恐怖喔 每張床上大概有一千萬隻的塵蟾 而且放大以後 它在你的床背 或是你的枕頭上面的纖維 寄居在那裡 而且不要恐怖它長得就像那種 八隻腳的那種蜘蛛型 而且它上面長得就是 又有像恐龍 然後又有像蜥蜴 然後它那個尖尖的 然後也沒頭 八隻腳 然後八隻腳 反正長得就是 看了就毛骨悚然 我跟你講 每天喔 我們身體上掉落的那個皮屑啊 可以讓三千隻的塵蟾 吃三個月 所以你看我們多豐富啊 我才剛想要講 我沒有在養塵蟾 我沒有給它食物 為什麼它活得下去 頭皮屑 身上的皮屑 還有我們的蛋白質 對不對 還有你的頭髮 它有流汗 頭髮一定會掉吧 女生常常會掉頭髮對不對 頭髮它也吃啊 都吃 你不怕它那麼肥大 真的 而且要喜歡那種陰暗潮濕啊 然後通風不加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們睡覺的地方 如果說通風不加 是不是都很可怕的 加上台灣的氣候又潮濕 對啊 因為它的溫度大概是 26度到30度左右吧 22度到30度之間 是最容易生長 台灣就很適合 所以幾乎每個人家家戶戶 都有塵蟾就對了 是啊 可是你知道塵蟾帶來的影響有多大嗎 它會造成我們整個人的身體不適 有的人就會 然後有些人就會吃氣管不舒服 有的人就會 有的人就會 有的人會流眼淚 然後再更糟糕的就是 因為你所有的症狀都來的時候 你整個情緒又受影響 是 有人搞不好因為這樣子 還得憂鬱症 像這樣子的這個所謂的剛剛講的 它就是輕微是這樣 可是它會變成如果你嚴重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週期 週期性的這個會發作的 就每幾個月你就會發作一次這種過敏症 對 這個就是過敏症 你知道嗎 對 你剛剛講你過敏症 我真的一個親身經歷我朋友的一個小孩 她媽媽只是這樣把床抖一下 馬上 就打噴嚏 打噴嚏 眼睛紅 對 眼睛咬 而且你們講到這個其實還是很明顯可以感覺到 但是別人沒有感受到是你身上自己個人的那種 所謂異味性皮體驗的問題 異味性皮膚也是因為純蠻嗎 因為一直會癢 你看你看不到任何東西 你看到皮膚上面 你會以為不以為是異味性皮膚 以為是皮膚病 可是其實都是純蠻一直在咬你 不是體質 因為我質子也是耶 它異味性皮膚也這樣 你熱這邊很容易發起來 其實你看看那個多恐怖 這就是我們到夏天的時候 一旦過敏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而且因為它其實就是癢嘛 你不覺得我們走在路上大概十個有七八個都是這種膠嗎 這個很像跳蚤咬到的感覺 對 我以為是跳蚤咬 阿金特別情傷拿出她的腿的照片 阿金姐是你的腿啊 不是啦 她很像 然後另外其實你說身上的這個四肢還好 那個臉上的其實真的跟妳可以講 這個我可以發表一下 因為這是我之前我弟弟的它就是月球表面 然後他去一個台北是一個很出名的皮膚科看 然後那個醫生現場就幫他類似用去把它擠出來 醫生說裡面是塵門的那個 然後他說很多男生的那個就是爛豆都是塵門 因為他吃裡面的傷口的蛋白質啊 他臉上至少兩千塊 好豐盛 每天吃大餐耶 男生的背也是 那妳來看看 我剛剛真的以為是青春豆其實不是 是塵門的 在吃你的那樣 所以我到夏天的時候 其實偶爾我的背上 就是妳剛剛講啊 身上也會有 所以為什麼今天會來上這個節目 其實也是因為我想跟大人多學習 跟兩位多學習一點 怎麼樣克服的 了解更多的知識 怎麼克服這些過敏 真的很痛苦 對啊 這個也好誇張 這個很恐怖 而且我覺得 這個其實大家都會誤會說 是我們有什麼青春豆 其實不是 原來塵門 你看造成那麼多的一些問題 而且這還是老人家 我們都會以為說 老人家可能偷懶不愛乾淨 這好像郭台銘 其實原來我們都會成滿的關係 對 不是他不愛乾淨 真的是我們環境的那個濕度 然後我們的皮屑 頭髮 對 頭髮 所以一張床 一千萬隻 一千萬隻 天啊 太可怕了 而且其實剛剛齊飛玉有講說 你說那個 被子不能用拍的 不能用涼的 就是醫生說的 醫生說妳早上起來說 不要這樣子抖被子 媽媽以前不是說 早上起來是那種被子 對 我就這樣抖 然後就開始他手 所以他醫生說 你這樣抖的時候 塵蠻它反而會自身更多 所以早上起來怎麼樣 就是慢慢的下床 對 慢慢把它蓋上去 而且我覺得這樣太消極了 不是不是 我們千萬不要養 這麼多次的塵蠻 待會我們的阿金姐會來 好好教我們 如何拒絕這些塵蠻 廣告之後 我們馬上回來 這個是一般的那個 市面上的 這是我過去在用的 化學纖維的 這是我平常一般買的枕頭 化學纖維的 好 請追蹤 你看 打動那個 不是 是 它很明顯就凹陷下去了 而且它動到那個 動一聲 你不覺得它根本其實 脖子跟著動了一下 沒有鬆鬆的效果 沒有支撐力 對 沒有 所以其實枕頭真的很重要 但是大家都不曉得 要怎麼選枕頭 好 這個 這是妳帶來的 我們最近在睡的這個枕頭 有木棉跟枕巴棉 枕巴棉 對 所以它的 厲害了吧 再來一次 對 好 它現在還是要 枕頭都還是要放 對 再一次 好 來感受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陳蠻 光看到它的長相 然後又說它一千萬隻 全身都發癢 不自主的就癢起來了 我也是 什麼病都來了 我再怎麼樣 我也是一個聰明媽媽 我怎麼可以這麼裝笨 我怎麼可以不知道 怎麼殺蟲買 那還不簡單 在頭就癢的時候 金頭 拿去曬 對 就要拿去拍拍拍拍拍 對 這個打的動作 這個打的動作很重要 對 那其實 如果說有些不方便的話 他們說像那個什麼 絨毛的玩具啊 對 枕頭啊 然後棉被 所以你可以用個黑色的大塑膠袋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就在那個陽光曝曬下 曝曬完 因為它如果再悶在那個高溫的環境裡面 大概70%的塵蠻就會死掉 然後 再加一個大黑色塑膠袋 對 因為那個黑色的塑膠袋 是會吸光 吸光 然後它本來是那個 已經慢慢死亡 好熱好熱好熱 然後它那一吸光 就馬上死了 死在裡面嗎 對 就死在那個 你的那個被子啊 絨毛玩具啊 跟你的枕頭上 但是 你不要讓那些屍體 在你的那些被子上 跟那個枕頭上 所以你這樣拿出來之後 然後還是要拍拍出來 對 把它這個 遺留在外面 可是拍拍的時候 我知道 過敏兒就要浪開一點 對 你千萬別靠近 所以你知道嗎 我學會另外一個方法 你說曬太陽而已對不對 可是其實另外一個 像你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有寵物 像我們都有養貓的 你會一些絨毛玩具啊 或者一些這個 比較感覺上就是毛毛 那種毛肉的東西 狗啊 兔子 其實一樣 你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當然要包起來了 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放6到24個小時 把龍毛文去 放到包起來放冰箱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它會一樣的 它其實這個低溫 可以殺成滿 對 剛才達人 就是我們麗菁姐有講到 它是在一個幾度的時候 我們台灣大概的 常常就是在那個 26度以上 對 所以就是它可以活得很快樂 那那個齊菲有什麼防塵滿的妙招嗎 我以前跟你 你沒有結婚沒有生小孩 應該都不會 因為我有養狗 有養狗 然後有時候我回媽媽教的時候 我弟的小孩也會來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小孩子很可憐 他們一出生就開始是過敏兒 我也是過敏兒 所以我媽其實以前都會叫我們說 就現在把棉被跟枕頭定期拿去外面 塞太陽 對 結果我前陣子看一個醫學報導 她說這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你拿回去放的時候 它又來了 你說塵滿又 又開始資深 後來我就買了一台 就是從美國買了一台 就是塵滿就是放旁邊 類似那種就是空氣清淨機 是 專門就是 專門殺空氣中的那種 除濕機 對 除濕機 可是老實講 因為我自己是抽血 因為我過敏嘛 我就抽血 花了大概八千塊 就抽血就是上百種的植物當中 是食物當中 我到底對什麼過敏 狗貓 我有養狗 還有塵滿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沒辦法 我就是每天就是打噴嚏 包那個混沌 包水餃 太養兩隻狗了 我養兩隻很貴賓 而且跟我一起睡 一個睡腳 一個睡頭 你知道嗎 你還算好 貴賓算是不會掉毛 毛髮掉的比較少的 你不要再騙他了 那狗毛太恐怖了 老實說真的 因為我每次就是 回到家 一開那個房門的時候 那個我就會開始打噴嚏 那你為什麼還要繼續養呢 沒有 其實養寵物真的很難 因為你開始養 你不能丟 他有感情 你就丟不了 我發現好多人都這樣子 每天包水餃 然後一直在照顧這些狗 你知道嗎 我不要傻 我以為狗 狗 毛 掉了很多對不對 可是其實貓咪也很恐怖 貓咪也很恐怖 我每天醒來 我都要拿那個 所謂吸塵的吸一遍 為什麼 因為我會起來 那個陽光照進來 那個木板地 睡得早 因為貓咪都會放來睡 對 他整個地板上都是他的穴 跟那個毛 真的很恐怖 對啊 所以你看喔 你看塵滿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最基本 一定要拿去太陽曬 對 要定期清晰 對 可是 你想想看 如果遇到那個什麼 美雨季節 颱風天 對啊 尤其你看台北的冬天 大概尤其在那個新店 兩個月出現三天的太陽而已 兩個月 我曾經這樣子紀錄過啊 然後你那天剛好又去上班 又沒有空曬太陽 對 你看 整個就褲子了起來對不對 對 那達人今天有帶來什麼好的 那個可以推薦我們 對啊 就是我們不用防塵滿 防得這麼辛苦 你看 為什麼我都不過敏 對 為什麼 說真的 妳都不會過敏啊 是啊 她真的不只是不會過敏 我覺得她皮膚維持得好好喔 欸 不是怕被電動耶 那種風吹日曬 如果也幫幫忙 不好意思 我在裡面戲份不中啊 戲份不中不中 重點有亮點就好 不是 重點是說 你這樣子奔波 不只是拍戲嘛 對不對 可是你的膚質狀態真的不錯 我覺得睡眠品質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我覺得是睡眠品質 所以今天呢 要介紹這個給大家 枕頭 所以這個枕頭 這個是木棉加杜邦棉的枕頭 這種枕頭呢 了不起了 它的第一功效就是 看塵滿 對 看塵滿這我就覺得重要 你剛剛講木棉 是我們常常在唱歌那個 木棉 對 不一樣的 王主哥在旁邊你敢現場 它那個木棉是 比較像是 是這個 我們來看看 然後這種棉啊 它的那個彈性特別好 忍不住 對啊 而且要看一下什麼 要木棉 平常只在睡這個枕頭 不知道原來它是這樣子 對 因為木棉長的枕頭 那木棉有什麼特性啊 對 它就是非常的蓬鬆 對 QQ的 對 你很蓬鬆的感覺之後 一 你會睡得很舒服 二 你有看塵滿的功用的話 你整個感覺就是 睡眠品質會非常好 對 你看你裝在手上的時候 它那個回彈力就很明顯了 對 好像是那個棉花糖的感覺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感覺這樣子還 保暖的 不明顯對不對 對 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有實驗看看 來看它的Q度嗎 對 看它有多蓬鬆 真的 好 來看看 我們現在面前有兩個枕頭 是 這個是一般的那個 市面上的 這是我們過去在用的 化學纖維的 這是我平常一般買的枕頭 化學纖維的 化學纖維的 好 你看 龍祖哥現在拿的是這個 五棒的那個 就是類似牽嘴的東西 對 就相當是我們 身體的重量 頸椎重量 你看 動的那一聲 不是 它很明顯就凹陷下去 而且它動到那個 那個動一聲 你會覺得它根本就是 沒有鬆鬆的效果 沒有支撐力 對 沒有 所以整個頭的那個肩頸 就會陷下去 完全沒有辦法支撐 所以這樣睡起來也很累啊 因為整個都凹陷了 對啊 所以其實枕頭真的很重要 但是大家都不曉得 要怎麼選枕頭 好 這個 這是妳帶來的 我們最近在睡的這個枕頭 有木棉跟 跟杜巴棉 對 所以它的 厲害了嗎 再來一次 好 現在還是要 枕頭還是要放鬆 對 再一次 好 來感受一下 感覺好像我們睡那種 水床會膨起來 好舒服 就不會這樣子 就去碰到那個 那個 這個木板長路的聲音 可以支撐力 有沒有 差很多吧 那個蓬鬆度 對 所以其實化學的東西 真的不好 化學纖維沒有那個彈性 而且最主要 它其實是會長很多塵蠻的 對 然後這個 杜巴棉加木棉的 你看 多舒服 透氣加有沒有 又蓬鬆 那我們平時 當然睡久了 還是可以拿去曬 對不對 還是要保養 對 還是要保養 其實還是要有通風 然後那個 一個禮拜 大概就要換一次船單打 對 最基本的 而且其實枕頭跟棉被 大概一到三年就要換 對啊 大概半年就換一次枕頭 因為我有養狗 但是因為推薦我這個 用了這個新的這個 杜巴棉的枕頭 對 我就覺得睡得很香甜 除了它這個非常舒服之外 對 還有一種好像有種味道 香香的 就是那個木棉的香味 對 對 我們剛才好像都沒有聞 它有點那個 陽光味 我覺得 有耶 有那個有一點點那種植物 那種植物的味道 有沒有 有那個植物的味道 對 可是我們這樣子只是在測試它的 我們要實際來躺躺看 我怕我們還會睡著了 真的嗎 我想 我想睡了 也好 所以不能等聽你來睡一下好了 對 既然沒有塵滿對不對 像我們平常拍戲 對 那個床單 真的 還有那個床墊 那個我就不太愛試 這個我一定要來試試看 好啊 來來來 看能不能睡得香不香甜 有句話的蘋果很重要 什麼 真的嗎 我跑下去我就不想起來了嗎 對 把我壓好 我怕觀眾轉台 好 我真的只是看這一段 對 我馬上移到這個位置 還沒得我怕我被轉台 感覺舒服 感覺如何 好舒服 真的有差別 有 睡上天堂對不對 對 我覺得好像 我好像睡在 把你銀行的密碼給我吧 這裡有催眠 這裡有催眠 真的是這樣 不是 我會覺得我好像睡在雲上面 睡在飯店的感覺吧 對 有時候我們去飯店 或是度假村的時候 都覺得為什麼人家枕頭特別好睡 對 為什麼我們家枕頭特別難睡 對 可以說他們一定用木棉 木棉跟度方 感覺有像在度假嗎 對 對 你知道嗎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阿金推薦之後呢 我買了兩個回去 就是一個軟的 就用飯店式的睡覺方式 我跟你講我已經好幾個月 都睡得非常舒服 而且真的少了很多這種過敏的味道 而且整個肩膀它是整個貼合的 真的耶 它不會懸空耶 所以你睡醒的時候不會就是 腰痠背痛或是肩頸痠痛 真的好舒服 這個枕頭支撐力很好 氣氛有 可以嗎 你有沒有上來雲燈 我一人在雲燈 好寂寞喔 沒有 我至少用了這個枕頭之後 我已經很少失眠了 真的耶 我覺得來試試看 真的 你等一下會滿重要的 我等一下如果睡著的話 你也不用叫我 我等一下會自動收工 小心 沒有關係 我是一定要遮起來人家會轉台 他是觀眾建議把它翻開 不是啊 憲憲姐 你看 我睡一下 我睡一下 感受一下 有沒有覺得你在哪裡 我在巴黎道 我在巴黎道 真的有那種飯店的感覺耶 很有吧 所以我看到我這樣左右轉一下 我覺得就是脖子這邊完全被支撐耶 對 不會覺得這邊會好像 好像因為軟 好像覺得這裡很要撐 所以它的那個放鬆度非常好 有人撐住你的感覺 有人撐住你的感覺 對 這枕頭我可以帶回家吧 我們等一下問一下 真的 我剛剛真的覺得它整個 你看起來好像軟巴巴巴巴 光是摸摸的我就覺得好開心 對 好舒服 而且它還可以吸濕對不對 它是可以防潮濕的啦 防潮濕嘛 對 因為我們是睡的時候流汗的話 對 哇 這麼好 所以如果說你的那個枕頭啊 真的睡得不舒服的話 真的建議你趕快換好的枕頭 一定要選擇對的枕頭 睡明明日才好 所以枕頭好了 當然還有其他的東西 這樣我們才能夠一覺好安眠 對 然後之後馬上再跟大家分享喔 睡覺不是因為跟誰睡的關係 才會睡得好 睡不好 躺什麼跟蓋什麼才是關鍵 對 這個杜邦背又叫做空調背 是 為什麼要講說是空調背 因為空調背的意思就是 就是適合冷氣房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 就是它其實就是在調節你的體溫 那我每一次翻身我的感覺 它都是非常清冷 它就是那個溫度不會突然間 冷氣灌進來 厲害了吧 駿布送你 睡覺有了一個木棉 對 好枕頭 加那個杜邦棉 杜邦棉的枕頭可以防塵脈 是 而且我們剛才我們兩個都試了 有支撐力 超開心 對 你在巴厘島嗎 我在雲端做仙女 好舒服喔 可是問題是我們睡覺 只要枕頭就好了嗎 當然要被子 當然就是要被子 這個是他們是最完美的搭配 是 請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我們要蓋被子 為什麼我們要蓋被子 因為 我其實一年四季的蓋被子 是因為安全感 安全感 對 而且我的腳只要弄出被子外面 我就會想 我也是 你也是嗎 我覺得已經要把那個腳包住 美女都是這樣子的運氣 對不起 我想說我也 我也是 你都是 好 雖然美女都是這樣子的 其實是一個安全感吧 我覺得也是一種 就是你還是會著涼 如果不蓋被子對不對 對 媽的說肚臍露出來會感冒 對 但是其實蓋被子最主要就是 我們要調節我們的體溫 你知道嗎 對 對啦 調節體溫 對 因為我們現在晚上開冷氣睡覺 有時候冷氣如果開太久 或是太低溫的話會會冷 所以被子就很重要 對 那我們一般以前可能會用棉的被子 對 棉的被子或是化學纖維的被子 對 可是那些被子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不能防塵脈 然後它也沒有辦法調節體溫 對 所以人家會說什麼好被子 一被子 我聽台灣人常在說這個 好被子 一被子 有道理 而且如果那個棉被 用太久的時候 就越蓋越重 越蓋越濕 那感覺你阿公來找你 有沒有 整個是 就整個就是祖先來找你 然後整個就鬼壓床的感覺 其實過去真的會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可能年輕的時候比較不懂 過去要求你生活的這種品質 水面品質 對 真的睡到常常會有那種很不舒服 要不然就太濕了 或者是太冷了 對 可能會感冒了 甚至會有阿公來找的感覺 真的 還有重點我們剛剛一直講的沉脈 沉脈 這被子也很重要啊 對啊 所以你要帶來你自己 常常在蓋的被子 來跟我們分享嗎 對 我跟大家講 這個被啊 對 妳摸 有沒有感覺 妳就在捧個棉花而已 真的好輕 對啊 而且它其實很大條耶 這個被子我覺得 它其實很大條 它其實很大條 我剛剛還以為是單人 這雙人的嘛 這雙人的 這個雙人的 那個Queen size的啊 很大喔 而且你看它這樣摸起來 輕輕的 很舒服耶 這個杜邦背又叫做空調背 是 為什麼要講說是空調背 因為空調背的意思就是 就是適合冷氣房這樣的意思嗎 不是 就是它其實就是在調節你的體溫 喔 隨著我們 所以它要 對 冷的幫你保暖 熱的幫你散熱 它要膨有沒有 它膨膨的感覺 是 其實我們把這個裡面的 把它切割下來 是 它其實就是像這樣 內容物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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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摸妳摸摸看 對 給你們猜 好舒服喔 給你們猜 好想用它 好想用它來洗臉 好像小寶寶都胎毛的感覺 對 好 給你們猜 你這樣目測看它這樣是幾層 不就兩 兩層嗎 三層 我覺得四到五層左右 對 等一下 我告訴你們這是十層 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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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講究耶 你看它十層可以做得那麼細緻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這方面 每一條被子裡面都是這個 十層的這樣子 對 好舒服喔 而且十層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空氣可以做調節 對 就是我們這個其實還是要 要蓬鬆 要蓬鬆 因為你讓它蓬鬆的時候 你就是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它自己我們的體溫 它可以蓄在裡面 可以蓄溫 對 然後你蓄溫的時候 你睡起來你就不用那麼笨重 就是你要 冬天要蓋得很厚重啊 然後夏天又蓋得很薄啊 可以在身上 我覺得這樣老人家 跟小朋友很適合耶 對 因為有些老人家晚上睡覺的時候 它可能涼了也不會起來再加個被子 小朋友也不會加被子 可是它可以自動幫你做調節啊 對 它可以維持在一個最舒服的狀態 其實今天 聽你們這樣講喔 因為我最近也在用這個被子 真的 這個阿金介紹的也是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 因為過去買了被子 因為我朋友都在用這種被子 睡覺的時候真的就會 真的很不舒服 你半夜常常會太冷醒來 對 或者太熱醒來 可是這個被子之後呢 我每次睡覺都覺得說 你剛剛說天堂啦 像度假也好 對 你真的會真的覺得很好睡 這個原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現在也知道 所以我覺得說要給大家 如果說我知道一些比較好的資訊 就會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就是被子怎麼睡 怎麼蓋 怎麼蓋 要了解一下 其實夏天就是要涼嘛 對 冬天就是要暖嘛 對 你夏天就是要輕薄 調溫 燙明 對 一定要 冬天就續溫 透氣 敷處家 都有了 全部到位了 對 所以我發現 但是睡覺不是因為跟誰睡的關係 才會睡得好 睡不好 躺什麼跟蓋什麼才是關鍵 對 要酥爽 要乾爽才舒服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空調被 它就有挑選的四大絕招 可以看一下 來 它可以調溫功能 然後可以透氣 吸濕排汗 吸濕排汗 然後可以看過敏 然後好保養 好收納 而且又好輕喔 對啊 收納不會很麻煩 以前那種厚重的棉花被 對 媽媽收的時候都很佔空間嘛 對 而且它比我以前在用的 像這種夏天的涼被 都還要更輕耶 還輕一半以上的重量 對 而且我覺得說 像以前的被子 是會越蓋越重 對 剛剛聽到一個重點 是 吸濕排汗抗過濾 對 這重點真的 這個真的要學起來耶 所以它才能夠 你剛講的空調被就是去 調節那種體溫 對 兩被你睡一睡 它還是會貼在你皮膚上 你知道嗎 它會蓋在你身上 有點重度的感覺 可是這個被子 我睡了快三個月了吧 我覺得我每一次翻身 我的感覺 它都是非常輕的 它就是那個溫度 不會突然間 冷氣灌進來 對 它就是很舒服 你裡面的空氣跟溫度 好像都維持在一個 一個體溫 恒溫當中 對 真的很舒服 很奇怪 所以它所謂的空調被 對 就是人家講的涼被 涼被的意思是 蓋了會要冷的意思 冷的幫你就是做調節 但是涼被並不是說 蓋了就會涼 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其實它就是整的調節 所以應該講說空調被 對 因為像我們夏天的時候 有些男生怕熱 他會蓋毯子睡覺 其實我覺得蓋毯子睡覺 有時候很容易著涼 毯子 就是一般的那種 保毯 保毯 下我一跳 對 下背的保毯 因為它沒有蓄溫的功能 而且它很多的那個就是塵蠻 就是我覺得蓋那種毯子 更容易有一些打分泌的狀況 而且潮濕的話 真的就很明顯 連被子都有點味道 那這個可以吸濕排汗就更好嗎 所以其實真的是 好的棉被 可以讓你這樣睡得很舒服 好被子一被子 對 好被子一被子 好會挑喔 老人家就不用蓋那麼重有沒有 有時候他不好睡 翻來覆去的 就是因為那個被子的關係 對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木棉 對 枕頭 然後 肚包棉 對 一個木棉的枕頭抗菌 然後吸濕排汗的被子 可是 那這樣子講了半天 這個涼被 空調被 其實它就是比較適合夏天 可是現在開始已經入秋了 就開始一點冷了耶 這個乾不動 對喔 阿金 我這個睡的這一道 睡得這麼舒服 過敏也少了 也睡得很安眠 可是秋冬季來了 我要怎麼辦 妳還沒有介紹好東西給我 是沒有法寶的嗎 沒有 因為冬天的比較貴 賣個關子就是 是不是 我賣個關子 等一下再分享給大家 好 那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喔 這個叫做鵝蓉 鵝蓉 這一塊 就這一塊 鵝蓉被 這是空調被吧 剛剛那個一樣 剛剛那個感覺很像耶 你看 薄度跟剛剛那種一樣 我跟你講 它這麼的薄 對 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膨鬆 它的膨鬆度 到底有多膨鬆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化學纖維 好 好 你看喔 它真的整個卸下去的 整個化學纖維 沒有那個膨鬆感 它是整個擠壓的對不對 而且不好睡 好了 各位觀眾 我來看看 好期待 自己 音效耶 看到 它馬上掉下去了 整個那個 剛才阿金分享了它夏天的空調被 是 那麼的柔軟 舒服 而且我們今天夏天啊 我們兩個雖然是分開睡的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 睡得超好的超舒服的 是 可是那冬天怎麼辦 要來的 你們趕快介紹一下 不然只有夏天 我們還會遇到冬天嗎 等 等 好啦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 好期待 這個叫做 鵝蓉 鵝蓉 這一塊 就這一塊 鵝蓉被 對 這是空調被吧 剛剛那個感覺很像耶 薄度跟剛剛那一條一樣 我跟你講 它這麼的薄 對 可是它非常非常的保暖 是嗎 你們一定不相信 你們叫做美感 它就是鵝蓉 其實我們知道 一般最高級的那個被子 就是鵝蓉被 對 然後第二高級就是羽蓉被 對 最常一般大家都是羽蓉被 對 可是你知道其實那個羽蓉被 其實有很多 我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很多不人道的做法 就是他們活生生把他們燙熱水 然後就把那個毛拔起來 有沒有 然後就是去做那個被子 而且會有一個味道 其實我們有處理乾淨 因為不人道的味道 怨氣嗎 對啊怨氣 我很不喜歡羽蓉被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明顯的味道 對 而且它像碎一碎的時候 那個羽毛 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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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很舒服 對 可是鵝蓉不是 像這鵝蓉是很人道的 就是在中國東北 他們在圈養的這個鵝 然後他們就是環境過得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 該上天堂的時候 然後用人道的方式 然後就把這個鵝蓉 然後好好的處理 所以不會有味道 所以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什麼叫鵝蓉 因為都光講 我們現在都看不到說 這裡面到底鋪的 好 那我先來 我們來先看市面上 其實最常見的 這個叫化學纖維 這個叫化學纖維 這一看就知道 化學纖維 對 過去會用這種陣子 因為覺得容易買得到 基本上都沒有人在用棉被 很像樹 對啊 好像 對啊 而且那個叉叉叉的聲音也會有 對啊 像塑膠的聲音 很大聲有沒有 對 很像那個磨砂紙的聲音 對 這個就是 而且還很聰明 剩水也不飽嘛 這是化學纖維 然後第二種這個叫做 這個羽絲絨 羽絲絨被不就是 也是另外一種就是 這個羽絨被的一種嗎 不是 它不是嗎 其實我覺得 這是人工還是 這個也是化學纖維 這個是化學纖維 可是它叫它 其實它已經進步很多 比剛剛那個第一個 比較細緻 柔軟很多 對 可是我覺得它是 玩一個文字遊戲 就是我們如果說 在看那個被子的成分 想說羽絲絨 我們會以為說 也是羽絨的一種 就是也是比較 比較是真的是從那個 耳腎上得來的羽絲絨 比較高端 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名字的文字遊戲 它也是一種化學纖維 被阿虎了 所以實際 所以實際上 所以實際上 那個蓬鬆度 等一下我們玩個遊戲 跟大家示範看看 好 好囉 再來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就是真正的 妳來看喔 蛾絨 妳來看喔 太多細緻 真的 馬上就飛了 有沒有看到多細緻 對啊 它真的 它真的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蓬鬆 而且它摸在妳的手心面 好像感覺會化開 不是 好像棉花有沒有 對 好像那個雲一樣 齊飛妳有沒有感覺它的溫度 有 有點溫溫的 就手心就熱起來了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妳試試看 我試試看 它有綁紋的功能嗎 好輕喔 對 在雪花冬天來了 妳只要手這樣子就好了 對 真的耶 沒有試試看 我只這樣放在這個手窩這樣子 就感覺它溫度耶 有蓄熱的功能 還是因為前面有那個燈啊 不是 對 妳看原來的吧 有沒有蘋果光照 我覺得它有蓄熱的功能耶 對 剛剛依靈姐沒有講到的話 但是沒有想到 我最像突然握著 我這邊兩隻手熱起來了 非常非常細緻對不對 對 那妳的這個細緻就是這樣子 拿出來手測試而已 對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個很有趣的 好 它的蓬鬆度到底有多蓬鬆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化學纖維好不好 好 來來 妳要做什麼 對 妳看喔 我幫妳拿著 這是那個小青 古代的那個圓外 不是很喜歡玩在手掌的那個 對 練功的 好 這個很重喔 大家都知道 好喔妳看喔 所以 它真的整個卸下去 整個化學纖維 它就是我們平常在睡覺的那種重力啊 成熟 它最後的其實就是卸下去 沒有支撐度 你這樣講我就懂了耶 為什麼以前的棉被會越蓋越重 主先來找妳 對 一潮濕了 濕氣 吸附在上面 就是這樣 就壓下去 而且沒有那個蓬鬆感 它是整個擠壓的對不對 對 而且不好睡 有沒有覺得妳的頭就會懸在那裡 就改進了 好 然後再來看看這個 改進的化學纖維 魚絲維 看起來很像一個天然的 這是魚絲維 好 我們來看看 魚絲花心的 有沒有 它也是慢慢的卸下去了耶 它其實蓬鬆度是不錯 但是其實它還是算滿重的 是已經有進步的化學纖維了 對 有進步的化學纖維 對 好 各位觀眾 好期待 期待的那個毛 光是這樣看那個質感都很好 對 自己音效耶 你看到 它馬上掉下去了 整個那個魚絲維是膨的 然後它只有 只有重量下去是這個自己下去 然後整個是 還是膨的 對 厲害了吧 通常這個時候會講聲 對 對 太驚訝了 大家看著 放天炮 找到好東西 對耶 所以為什麼我們 沒有這樣子是 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啊 對 為什麼我們現在睡覺 其實真的是 不是說 對 觀天要改 觀天要改 就是你看這樣又輕又柔 然後又柔 好啦 我決定買了啦 可是我還是要做最後一個試驗 我要來感覺一下 因為我一直覺得 這不像是這個鵝絨被啊 我來感覺一下 有沒有很溫暖的感覺 來藏上來 我就不管了 我就來劈一下好不好 劈一下 因為我真的好 我就買了 好不好 我看你幾秒鐘會流汗 好不好 是不是就不用了 我只要感覺 我只要感覺暖不暖就好 對 感覺來一下 感覺一下暖不暖 小飛俠 對 小飛俠 白色的小飛俠 真的很舒服耶 而且很輕 很輕 就是這樣 因為你過去買很多的被子 它都太厚了 冬天的 尤其是怎麼蓋啊 對不對 脖子這邊也蓋到耶 好舒服喔 好暖耶 真的喔 真的很暖 太舒服對不對 對 所以你有感受到那句話嗎 什麼 好被子 一被子 有 所以你夏天的被子 冬天也要就對了 因為秋天到 其實秋天真的也很需要 天氣變冷 要不要感覺一下 真的很舒服 因為它很輕 幫我拉一下 我覺得你們這次 這一集播出之後 你們都會換被子 真的嗎 因為好被子可以舒服 你怕一般被子感覺就很重 你這樣去旅行也滿好的耶 真的 對 還滿貴氣的 真的嗎 不會被抓到醫院去嗎 不會 你再拖臉上這樣做OK的 為什麼你叫高高祖哥 劈起來像小飛俠 你劈起來像貴婦 你們兩個好會說 真的很像 太有熱了耶 真的喔 而且 好輕 它蓄熱的時間 速度很快 對不對 我覺得因為這是最高級的鵝蓉 因為中國東北很冷 都會下雪的 零下的 所以它的鵝鵝一定保溫度很高 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它夠輕 這是最重要 又輕又保暖 這個我比較喜歡 對 因為冬天我們通常的印象都是要蓋很厚 很重的被 可是反而不好睡 不好 常常一直流汗 一直流汗 而且它不好翻身 它不透氣又有時候太暖活了 又太熱了有沒有 對 而且它又輕 所以這個叫做會呼吸的被子 會呼吸的被子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在厚重的呼吸聲 對 不是啊 你像我們出國有沒有的人 就是毛病 一定要自己的被子 對 帶被子跟枕頭 我覺得出國可以自己帶出去 因為好輕喔 終於可以帶自己的被子跟枕頭來 在外景 你看那種飯店的那些棉被 蓋起來是不是都心裡都怪怪的 是啊 我們這床就可以自己帶飯店的 我有些這樣講 我當時想到 我們常常外景 要到處去跑 或者出國 你可以自己帶被子 以前啊 以前我看那種比較大牌的明星 他們都會自己帶被子 我在心裡想說中了 對啊 出國外景 還要自己帶被子 原來人家是有那個 議會心情無言啊 你剛剛想到蠻簡單的 一千多隻 對 不是又這麼輕鬆 一千多萬隻 一千多萬隻 不過我還要考一下阿基 你說我們現在陸秋啦 冬天OK 寒流來 這會不會痛嗎 對啊 好快 好往寒流來怎麼辦 對 還有祕密嗎 我賣個官司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真的 真的 又有秘密了嗎 那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告訴你喔 氣象報告 寒流來了 寒流來了 冷氣 冷氣 好冷喔 有沒有感覺到 有喔 我們好容易被催眠喔 超高的 一床不夠怎麼辦 怎麼辦 考你 我們剛剛有介紹了我們的杜邦棉對不對 有 這是我們的鵝蓉對不對 對 好 來 來看到這邊有沒有看到 哪個 有扣子 對 然後再跟杜邦棉的背 有小環的背 對 就兩件可以變成母子被 所以你出嘴他出力 加油 我在旁邊我有講加油 你知道男士來做這個東西 實在是很不人道 不過不要練習英文網馬 對 我覺得這被子設計就是 構想很好耶 沒錯 按照你的這個生活的這個網路 我覺得 就把它這樣子扣起來就好了 這很簡單啊 所以它每個地方 一個間歇就有一個扣子 你就把它 然後它還有這個很貼心的 有個扣環 你就把它扣起來 你看 如果說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蓋被子 跟枕頭的一個大革命 以前都以為冬天就要很厚 然後夏天就要很薄 其實不是 其實都可以薄薄過一生 母子被 對 那接下來我們 舒服過一生 薄薄過一生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 越來越進步 什麼東西都有智慧型 連被子 對 春夏秋冬 隨便你自己去調被 兩層的結合 就是 好被子 一被子 輕薄暖 薄薄過一生 對 真的是智慧耶 真的 夏秋冬隨便你安排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那個鵝蓉如此蓬鬆 如此薄暖對不對 對 然後杜邦貝啊 其實它還有一個身分證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什麼身分證喔 它那個身分證 還有這個什麼號碼 所以其實它的 它還有 身分證點號 對 為什麼 就讓它這個不能隨便生產 因為是它一床 然後就是給你一個身分證 很講究耶 真的 別人也不能防冒 對 所以要一夜到天亮 對 一夜好眠的話 對啊 再加上這個 好枕頭 好枕頭 再加護方眠 真的很好吃 防塵盲 防塵盲 又能夠支撐 又能夠像在度假飯店一樣的感覺 那我們人啊 就睡得好 我們又保持我們的青春跟美麥 對 永遠都是這麼年輕 而且做事情那個工作效率又很好 記憶力又變好 真的 好了 我買了啦 這個 這個鵝蓉我也要 這個我覺得冬天真的滿需要的 對 你剛才 你剛才有講到那個夏天 你先講那個空調背 空調背 因為你已經有在試用的 空調背真的因為很舒服 因為你在蓋的時候 它的感覺就是 你不會覺得它貼在你身上 而且你在翻動身體 睡覺一定會翻來翻去的 對 你在翻身的時候很明顯的 你看這大冷氣 對 你不會覺得一陣冷風吹進來 是 它的覆蓋率剛剛好 你裡面是一個恆溫 而且很清溫 是一個很舒服的溫度 吸絲排汗 防塵蠻 這個好重 對 夏天過了 秋天來了 冬天到了 霸王寒流緊接著到 對 而且現在冬天很長 這個冬天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所以冬天就用鵝蓉被 鵝蓉被 然後如果真的遇到寒流 母子 再加鵝蓉被 對 好完美 真的 我們現在就回家睡覺好不好 好 你要記住 我們千萬不要虐待自己 對 明明那個棉被不息 明明沒有潮濕 有潮濕 有潮濕 每天還要扛得要命去曬 對 你這個 一樣可以去曬 一樣可以曬 對 這是一個會呼吸的鵝蓉 對 總而言之我覺得 其實就是我們的寢具 真的是一個大革命 就是要用這種清保暖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其實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我們男生 基本上不會有這種觀念 對 可是因為他介紹之後 然後我自己今天來到現場 我覺得真的 你可能花一點點小預算 你會讓你的生活品質提升 真的很多 這很重要 太多 把家裡後座的被子給換掉了吧 我真的要丟人 所以我們為了要好好睡覺 對 我們的寢具很重要 非常重要 知道嗎 台灣人十個裡面大概有六個人 有失眠的問題 然後很多人失眠 他就吃安眠藥 對 其實因為會斷片 記憶會變差 還有夢遊 所以後來我發現 很多人睡不好 可能是因為心神壓力很大 可是我們外在環境改變也可以 當然 睡好的枕頭 更好的被子 對啊 好的枕頭跟棉被 可以讓你的睡眠品質可以大改進 你天天在飯店就不會失眠 對 你這是壓力大對不對 對 你看過敏的 過敏的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塵蠻對我這種來講 因為我過去真的還沒有用防蠻的枕頭 時間一到你就要看醫生了對吧 其實就是而且會一直抓癢 你睡到一半就會開始在抓 而且你 你翻開被子來看 什麼都沒有怎麼一直在抓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要塗藥至於 你可能半夜就要起來吃這個過敏藥 對 我真的是每三斤吃一次過敏藥 好可憐喔 而且不斷去看醫生 可是我最近發現說 連小孩子新生兒 一出生就過敏耶 會有 會有 一歲過敏 兩歲過敏 然後像我弟弟的小孩 他兩個兒子 中間只差一歲 一個四歲 一個三歲 四歲那個過敏都超嚴重 他現在還不能吃中藥對不對 就要擦那個薄薄的那個 就是類固醇 淡淡的薄薄的一層 要不然他會一直抓 對 你不要看那個過敏 真的很辛苦 他常常會鼻塞 流鼻水 所以他鼻子都不通 對 會想要去 睡覺 你看你小孩子就很眼圈有沒有 好可憐喔 因為他鼻子不通 他現在是過敏 而且很多鼻子不通 是不是那個父母親 如果那個小朋友太小 是還要幫他洗鼻涕 對 那個洗鼻涕 所以不過媽媽媽一定要長姿勢 就是要開始去整個改變 我們家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個 現在其實就是我們的 那個寢具的一個大革命 對 我們不要以為說 冬天我們就要蓋很厚的 然後夏天蓋薄的 對 你看冬天也可以是薄的 就像我們那個鵝蓉 對 這個鵝蓉是從中國東北 然後他們圈養的那個鵝 然後是給牠們很人道 給牠們快樂自在的奔跑 對 然後就用人道的方式 然後來取得這些鵝蓉的 過去一般的 我們用的比較好的 你覺得說很厚的那種鵝蓉 睡久還是會有味道 可是那種羽蓉 那種羽蓉 牠們最主要還有很多梗 對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牠羽蓉就是完全都是羽蓉 對 羽蓉 那羽蓉的話 牠不是有一個梗 然後常常有時候 會從那個棉被裡面 這樣串到自己 可是我看一下 牠上面的那個 就是車邊線對不對 牠車了就感覺 不會有什麼串的問題 是 最主要是牠外面的這一層 就是不會讓那個細毛蓉跑出來 對 我覺得牠的公 你看這個邊上 對 所以為什麼鵝蓉那麼貴 因為我現在去百貨公司 其實換季 他們都要賣一些 比較高級的被子 我發現鵝蓉的價格很高 對 很貴耶 就像我們剛剛也要提醒大家 看到一個羽絲 羽絲 那個還是化學纖維 對 你剛才這樣講 所以要分辨清楚 對 而且如果說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那個又輕又暖的被子 真的是很重要 可以幫助你的睡眠 幫助非常多 就是我們多花一點點錢 可是對我們整個居家環境 是有改變的 不會過敏 不會因為你的這個壓力很大 心臟在那邊被壓住 老人家會覺得說 晚上翻身不舒服 所以不會過敏 當然就是我們的那個空調背 對 因為空調背其實呢 最主要牠這個杜邦棉 剛剛有介紹了牠的身份證 對 對 每一床都有 每一床都有自己讀一五二的 對 然後牠又可以防沈 最重要是牠防沈滿的功用非常好 對 你看我們手機都要智慧型 對 那被子為什麼不挑智慧型 對 是不是 科技產品那麼智慧 為什麼生活假期上面 春夏秋冬隨便你去調整 而且我覺得我們人很奇怪 我們可能對我們穿的衣服 然後可能就是 每一季都會換新的衣服 對 很要求 可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棉被跟枕頭 睡不好我們也一直睡好幾年 對 好奇怪就是不換 對 為什麼會這樣 那只是要我們自己的 那個體味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來選擇 觀念一轉就通了 對 沐眠 對 加肚芳眠 對 又可以防沈滿 而且多舒服 對不對 真的好睡 各位媽媽一定 對 不是 一定要改變那個觀念 不要想說過敏就吃藥 你應該整個環境去把它改變 對不對 睡抗沈滿的枕頭 對 然後可以hold住你的頸尖 對 然後有調節溫度的空調背 對 天氣冷 然後可以蓄軟的鵝蓉背 對 然後寒流來 寒流來 結合他們 對 對 世繪型的 人生圓滿 就是老公不愛你 你裹住被子都開心 自己睡都睡得很甜 一天二十四小時 八個小時在睡覺 這個很重要 我沒有 我十個耶 真的 難怪保養這麼好 我也是耶 我覺得睡覺還滿重要的 不是 而且你睡到好被子 你根本捨不得起床 對 你這樣睡高 寒多久 16個 對 我們兩個有點誇張 真的 我們家貓咪都想說我怎麼了 就一直在喵 睡得很沉 很沉 對啊 這頭被子很重要 對啊 枕頭被子是這麼的舒適 你怎麼會想要起來 而且沒有一千萬隻的塵門 這個比較重要 對 我們觀念上真的要改變 你會過敏 就改變你的床 你的被子 要抗拒 改變你的枕頭 對 不要吃藥 因為畢竟你吃藥吃久了 它又有其他的步驟 這不要不進 那要是你們趕快換了你們的棉被跟枕頭 然後你們的塵埋問題少了很多 也不用謝謝我 因為我很高興 把這些產品介紹給大家 很要信心 謝謝你們 謝謝 需要跟大家分享 沒錯 難怪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一定要留一句話給大家 叫做 好被子 一輩子 一輩子 學會了嗎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要是下次出外景 我就可以戴了 真的可以 你可以戴單元床 而且你秋風季季也可以戴 就算是紅袋子 你會戴衣服 我原本要戴衣服 你前面走到頭 發佈了 直接啊 有一個人情緒 如果想出外景 我就會出外景 我就會出外景 演出 你現在可以抱歉 騎子